各位朋友大家下午好 希望大家都过了一个欢乐详细 I hope you're in true Depent Network Comprehensive Partnership 那么我想他们所代表的观点呢 仅仅是代表着西方国家 对中国的认知 并不能代表国际社会的 普遍的观点和看法 那么一段时间以来 我们看到美方那些政客 为了推锅 为了甩锅推则 不断地借疫情和其他问题呢 对中国进行污名化 妖魔化 散播关于中国的谎言 和虚假的信息 这当然会对美国民众 以及你刚才提到的 这些国家的 这个西方国家的这种民众 了解中国抗议的事实 和真相造成严重的误导 事实上正是美国英国德国等 滥用联合国的平台 将人权问题政治化 是他们首先挑起对抗 并且使用各种卑劣的手段 向发展中国家施压 甚至以断绝援助 制裁官员相威胁 他们这些做法理所当然 遭到了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反对和拒绝 有德国媒体报道称 一些国家联署联大三委支持中国的共同发言 中方基于主权立场 开设钓鱼岛数字博物馆 日方无权说三道四 日方企图通过所谓的更名 挑衅中国领土主权这是非法无效的 不能改变 钓鱼岛属于中国的事实 谢谢法人 我妈新闻记者提问 据报道 谢谢大家